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玩弄女人 是个典型的渣男 在她的情感世界里 有一个三日法则 周流热线 周日缠绵 周一斩孽园 这天她突然收到了 母亲去世的消息 就急匆匆开车赶了过去 可是越急 越容易出事 铁柱跟错了送葬的队伍 等她回过神来 到达母亲的墓前时 葬礼已经结束了 她的哥哥给了她一串钥匙 并告诉她 母亲希望她可以去这间屋子去看看 铁柱到了屋子以后 坐在以前母亲常坐的轮椅上 听着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 思念着母亲 也许是音乐太过动听 这时门铃响了 性感火辣的邻居突然造访 铁柱因为听歌太过于投入 完全没注意到妹子 等到她看到邻居的时候 一时激动 忘了从轮椅上站起来 铁柱看着美女邻居 顿时开始犯病 她欺骗邻居说 自己是一个下半身瘫痪的人 想利用对方的同情心 来拉近他们的关系 邻居也非常的友好 两人相聊顺欢 她在知道铁柱喜欢运动 还开了一家运动公司以后 立马想要铁柱一起聚会 到了聚会上 铁柱才知道 原来这是邻居 给自己安排的相亲会啊 邻居有一个 做轮椅的姐姐莉莉 铁柱并没有把太多目光 放在莉莉身上 但是莉莉心态积极向上 谈吐风趣 两人的聊天还算得上融洽 隔天早晨跑完步的铁柱 正在办公室换衣服 莉莉突然来到她的公司 看望她 慌张的铁柱 顿时乖巧的 像一个好宝宝一样 坐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而莉莉此行 是为妹妹的友谊撮合 跟铁柱道歉 因为她之前 压根也不知道妹妹的用意 两人把话说开以后 莉莉邀请铁柱 去观看自己的网球比赛 铁柱也很好奇 残疾人怎么打网球 于是她偷偷地 来到赛场上观看一下 看着莉莉身残至尖的精神 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拼的女孩子 她被莉莉顽强的生命力感动了 就在铁柱要离开赛场时 被莉莉撞个正着 她又不得不继续装成残疾人 随便摊坐在一把轮椅上 可没想到 这把轮椅刚好是莉莉的 铁柱只好欺骗莉莉 自己的轮椅坏了 让秘书拿去凶 未经她允许就拿她的轮椅来用 这么烂的理由 莉莉居然相信了 隔天秘书来归还莉莉的轮椅 莉莉给了秘书一张演奏会的门票 希望铁柱到时来观看她的演奏 秘书告诫铁柱 玩弄残疾人的感情是不道德的 铁柱坐着轮椅来到莉莉的演奏会上 打算把自己不是残疾人的事告诉她 可她在看到莉莉精彩的表演后 不知为何 铁柱始终都没有将这件事讲出来 在两人共进晚餐以后 本来可以擦出爱情火花的 铁柱居然抑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送莉莉回家后就选择转身离开了 接着铁柱主动邀请莉莉到家里吃饭 莉莉接受了铁柱的邀请 精心地打扮自己 带着红酒来到了铁柱家 在游泳池上 俩人度过了浪漫的晚餐 身为情场老手的铁柱 借着水上的福利和莉莉为爱鼓掌 铁柱的朋友和秘主 一直鼓励铁柱向莉莉坦白 可还没等铁柱开口 莉莉的妹妹已经提前知道了 铁柱是假残疾的事 她斥责铁柱不要去伤害姐姐 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 妹妹本来想要将铁柱的事告诉姐姐 没想到 姐姐其实早就知道 铁柱是假残疾的事 因为她是一个残疾的女孩 她很享受这种被爱的感觉 不想揭穿铁柱 她想等着铁柱自己坦白 也在等着她的告白 一直在等 在一次寻找信仰的旅行之中 本来铁柱打算向莉莉表白 并告诉她 自己的残废是装的 但是她始终没有说出口 在回小镇的路上 莉莉差点被迎面而来的 车子撞倒 铁柱为了救莉莉 情急之下站起来救下了她 莉莉看着铁柱 稳好的双腿 等着她的答案 可这时的铁柱却沉默了 莉莉很难过 只对她说了一句 真是奇迹啊 你站起来了 之后莉莉 头也不回地走了 两人也结束了 遗忘的爱恋 各自回到起点 想明白的铁柱 忍不住对莉莉的思念 追着莉莉所乘坐的大巴车 对她说了一句抱歉 之后她也从一个花花公子 变成了一个成熟男人 甚至破天荒地去参加 马拉松比赛 在距离终点不远的地方 她实在跑不动了 跑着跑着就跪倒在了地上 而这个时候 莉莉及时地出现在她的面前 就这样两人相拥着 向终点迈进 其实铁柱 一时都是爱着莉莉的 开始的她不敢表白 是怕玷污了莉莉 纯洁的灵魂 后面跑马拉松 也许是为了赎罪 不管怎么说 结局是很美好的 愿每个人都能被世界 温柔一带 如果你在知道 自己爱的人欺骗了你 你会原谅她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 咱们就先讲到这 看一部电影 品一段人生 我是撩永千锋 有喜欢我的 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关注哦